自关注上千篇原创带您快速深入IDC行业 随着苹果、百度、富士康等科技企业加入跨界造车阵营 今年3月出国内第二大通讯公司中心确认成利汽车电子团队 紧接着在当月底的小米发布会上 雷军宣布要正式进入智能汽车行业同时期 华为对外宣布首款智能汽车将在本月中旬发布 近日的一车雨滴滴,或将入局消息更是一度甚嚣尘上 早些年科技企业、跨界造车被网友调侃是大佬的汽车情怀 现在看来,这更像是互联网、头部厂商对科技前沿趋势的一个普遍预判 作为边缘数据中心的一个重要应用场景 5G网络加持的智能汽车和车联网对于网络带宽 传输食言以及数据安全的巨大需求 有望带动芳心为爱的边缘数据中心实现 崭新一轮的跨越式发展 5G技术的日趋成熟为智能汽车发展铺平道路 众所周知 5G网络具有高速率、低延迟和广连接这三大特点 它能够将海量的数据以更快的速度传递给车辆 此前,4G网络的平均延时为30-70毫秒 而5G网络延时仅一毫秒 对于高速120公里H行驶的汽车来说 30毫秒延时对应的制动距离是增加1米 这是在道路行进中不可忽视的距离 图片 自动驾驶智能交通 除了满足对车的需求外 5G的高带宽 还可以满足车内乘客对RVR 游戏电影 移动办公等车载信息娱乐 以及高精度地图的数据需求 给广大车主带来前所未有的用车体验 对于要移动和数据高速传输的场景 中国信通院数字化转型 与智能制造研究部工程师里亚宁曾表示 在交通领域 自动驾驶汽车可以说 是完完全全离不开5G这个技术的 它就是依靠5G形成了一个终端 边缘应用 与云端完美的交互 先是数据采集 然后边缘推理 再与云中心的平台端互相交互反馈等 能够形成很好的一个闭环 边缘计算的崛起 有望催生产业新生态 作为5G 技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边缘计算的低实验特性 为车联网工业自动化 沉浸式VR 人工智能等新兴应用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有了边缘计算 终端设备产生的海量数据不再需要回传到云端 而是究竟进行分析处理 不仅大大节省了网络带宽资源 而且缩短了终端设备与服务器之间的通信距离 让实时高频交互成为可能 同时 边缘计算 可以对敏感数据进行预处理 降低了数据在上传下载过程中的泄密风险 在5G逐渐普及的过程中 头部互联网公司 已经布局建设大型云数据中心 开始开拓自家的公有云 私有云业务 可以说 在5G时代 巨头互联网公司具备了先发优势 反倒是通信运营商的角色变得尴尬 成为一个吃力不讨好的网络管道提供者 然而边缘计算的需求必将带动边缘数据中心的大规模建设 在这方面 通信运营商相比互联网公司 具有决止资源的绝对优势 以智能汽车 车联网为代表的新应用有望带来通信运营商IDC租赁业务 公有云业务的快速增长 这将为国内几大通信运营商提供一个重要的业务转型 甚至是弯道超车的机会 一旦通信运营商有机会重新站上前台 势必会深刻改变5G时代的市场格局 技术与应用总是相生相长 相互成就 智能汽车 车联网只是众多应用场景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时下云业务和ICT融合一日千里 作为数字经济底座的数据中心 地位愈发凸显 全智能、自动化分布式、算力下沉等技术方向 也将到B数据中心不断迭代升级 从而满足新兴业务和技术的需求 一个全新时代的大目正徐徐拉